产业人物关心产业动态 今天我们就邀访到了ARM 负责在IoT的这个事业群 亚太商务的这个资深总监 江新宇 Samuel 来到我们的这个频道 跟我们介绍一下 ARM在这个资讯安全方面 准备怎么样来协助客户 讲到这个资讯安全 因为它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题材 就像是大家在讲IoT 或者是AI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题材 那今天ARM在讲这个资讯安全 我们比较focus就是在电子产品 它的IC晶片 还有它的装饰设备 这一块的安全的一些 我们的规范 跟我们跟我们伙伴的一些建议的做法 是所以举例假设是手机的话 就是从手机用的IC 一直到手机这个产品 那如果是以Notebook的话 就是说以Notebook用的晶片 一直到Notebook这个系统产品 那各种的IoT的应用很多 Audio的Video的很多 那你们就是从晶片端一直到产品端 都能够Secure这个安全 好怎么做呢 对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建议的一些参考的设计 跟我们建议的一些规范 打比方就是说一个IoT的装置或设备 比如说现在的一些一些sensor的一些产品 或者是一些tracking的产品 你至少要支援所谓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叫安全的开机 或者是安全的新的软体要装进去的话 你怎么验证这个产品软体的来源是可信的 软体本身没有被駭客去修改过 我们有去把这个产业里面 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些安全的规范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建议给我们合作的这些晶片的半导体厂商 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个安全的晶片设计 这是我们的建议的一个参考设计的一个版本 然后我们提供也同时提供一些IP的一些解决方案 让它可以加快它的time to market OK我们知道像之前的很大的这个金元厂台积电 他们在这个security方面 大家都说哎呀出事情了 那有人说这是因为Morris这个不在 所以这个管控就loose了 那其实也不一定 也是因为现在这个駭客他们的功夫就越来越厉害 而且另外一个越来越多的就是这个connect 越来越细了 越来细大家人都连到一块 那各公司说能够来协助业者 把这个security给做好 假设我是一家新创的IoT的公司 那我有idea做新的产品 那来到ARM这边你们会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协助给我们 我是一个用你们的用户 potential的用户 你问的问题也非常好 因为这也是事实上我们target我们这些建议跟规范的一个主要的族群 就是一些新的一些startup做IC或者是做产品的公司 因为事实上很多安全的技术它不是新的一个innovation 它事实上是业界多年来累积下来的我们所谓的best practice 那我们只是把最重要的几点把它梳理然后整理出来 所以这些东西首先我们就会提供一个完全是open的一个document 我们可以share给这些新创的伙伴 就是说这是我们建议的一个参考设计 这是我们建议10项你应该有的安全的功能 你要把那个10项都做到勾勾勾 打勾对打勾 那基本上就是它这样子对于它的这个产品 它可以满足大部分的安全功能之后呢 我们觉得它在市场上去销售它就达到一个最基本的安全的要求 跟这个这个需求这样子 哇这很像武林秘笈啊 就把这个十大十大功法给它列出来 对 然后你要把这十大功法都练好 对 那练好的话至少你就有个金钟罩就不会被骇客入侵 对对 而且就是说你做好这个比如说十大的功法之后呢 你要去卖到全世界各地 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认可这十大的一个要求 所以说你可以卖到的这个市场就可以扩展 变得很宽广这样子 好那我可以请教您 您预估您负责亚太区的市场嘛 你看这一块市场在IoT这块应用领域 您看到的商机 你可以给我们一个数字 或是一个规模的一个描述吗 我有一个全球的数字 全球大概这种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做MCU 或者是这种堪入式的这种microcontroller 一年大概是20个billion 是大概是200亿的晶片 好的晶片 各的晶片 对 那可能一个装置设备里面可能有数个晶片 又用好几个 对20个billion这样子的晶片 用到各式各样的这种现在所谓的IoT的 那我特别好奇啊 您负责亚太区嘛 所以亚太区的状态 亚太区的话我想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最大的市场 就是还是一个成长型的市场 还是在亚太 尤其是中国还有东南亚 所以我想在这一块是所有不论是做家电 或者是智能城市 各种IoT这种Virtical的行业 别会去非常重视就是在 压太这个因为它一个成长型的一个市场 是 所以您看到了这块市场的这个 可能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对 可以这么理解 对 好的好的 谢谢您 谢谢 好 产业人物今天关心到了这个资案的问题 我们继续关切ARM这家优秀的公司 为产业所做出的技术 还有方方面面的贡献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王立娟我们下回再会